台中台湾大道的公车专用道 在宏光 静怡还有平顶公车站都封闭 因为交通局正在进行美化的工厂 但是有不少的当地民众还有学生都不知道 从市区搭上了双结公车却下不了车 要坐过头才可以下车 台中台湾大道的公车专用道 正在进行占体美化 施工人员来回仔细粉刷有期 公车驾驶一再重复广播提醒公车组要多加留意 民众生要搭乘双结公车到静怡大学 必须提前一站在静江了站下车 目前除了静怡大学风站之外 第一阶段风站的还有宏光科大以及平顶站 但是记者实际搭上双结公车 直接不少从市区搭来 原先要在静怡宏光下车的乘客 无法下车只能搭过站抱怨连连 之前就可以不知道 我的交通工具只有公车而已 现在一般公车行进整修站 要开往慢车道上下课 双结公车则是因为车体过长 无法驶入慢车道 要继续行走公车专用道 正在施工的站体中过站不停 那施工中的站体 我们采用全天封闭的方式 那双结公车的部分 则暂时不停靠封闭的站体 交通局多管旗下 分别在公车专用道的站体 跑马提醒也贴出公告 提醒民众从十月二十一号开始 公车专用道全部三十九个站体 要分期阶段整修美化 整个施工期将持续到明年二月完工 建议民众搭乘工车前